高雄市东宝处去年开办了阿勇训练计划 训练流浪犬成为搜救犬 同时也教育流浪犬的四组 健康正面的饲养习惯 降低二次弃养的问题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出口 曾经流浪街头的萍萍也是这样 上个月它还在钢山街头生活 可是现在它已经是有礼貌 懂得接受指令的活泼小狗 频频能有这样的转变 是因为高雄市东宝处从去年起 开办的训练流浪犬为搜救犬的培训计划 犬只不知道它是救人 它只知道玩游戏 所以玩游戏就是它以它的天性为主 所以我们是找活的人 就是有呼吸的就是它的猎物 但是它不是把它咬上猎物 我们是找到猎物之后 我们给它奖励 认识之后我们这个计划 跟消防局配合做训练 做搜救 那这是全国的首创的一个案例 英才施教部只是对人 对狗也是如此 胆势大喜欢人 是要成为搜救犬的先决条件 不过如果狗狗比较胆小 还是可以来参加活动 因为这个培训计划 也同时帮助认领流浪狗的四组 建立于毛小孩之间的信任感 当狗狗学会基本指令 然后它可以更容易进入家庭 它就不会有后续弃养的问题 让它踏入社会 就像刚刚上课有讲的 就是要让它社会化 然后让它去亲近人 就是对它来说才是好的 要为狗着想 不是思想着自己啊 七个月的幼子 个性敏感容易受影响 不是那么适合担任搜救犬 不过这个课程 帮助幼子重拾对人的信任 也协助幼子的主人 郑小姐做一个好妈妈 搜救犬寻养中心强调 一只狗要获得搜救犬 正式资格 至少要经过一年半 不过人跟动物之间和平相处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记者李慧陈显坤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